上热下寒 不是阳虚 也不是食火 只是身体里面的热跑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身体不够通畅 阻塞了能量的运转 这时候不会上火 蟹也只会越来越寒 最重要的就是通 上胶有热 下胶有寒 关键的中胶没有起到运转的作用 中胶是脾胃 脾主身 胃主降 这两个脏腹需要运转良好 中胶才能发挥作用 让身体运转自如 张中颈的思路是打通我们中胶脾胃 再把上面的火往下引 这样上下对流 自然就上不热 下不寒 它常用的方计就是干燥蟹心汤 另外大家可以每天做一做推腹 多揉肚子 不仅可以改善胜量的下寒 还可以减肥 通畅经络 手掌有心窝开始向下推到小腹 反复推五分钟 双手或者单手都是可以的 如果有组织点 硬块 痛点 气团或者水槽 一定要反复的推揉 将其推开揉散 向日脉 肾经 胃经 脾经 肝经 胆经 胆经 五脏之经络呢 无不会记一词 那通过推腹呢 中胶妥妥呀 疏通到位 上下胶呢 也会得到疏通 从而达到疏肝理气 开胃健脾 补肾养心的功效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里面